你把单纯郡主给欺走了 父亲息怒 还是知错了 你们才澄清多久啊 就把人给欺回娘家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知不知道 上官纪的姐姐是单纯专主 还是知道 还是不是故意的 行了 别吞吞吐吐吐了 快说呀 其实那一天 我还有一个这个 不情之情 不知道 能不能答应 说 就是 是这样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能不能同意我这个 哪一天 我都拿一个 我们两个单独过 然后你自己过 你想怎么高兴 你怎么高兴 绝不动摇你的位置 行不行 行啊 真行 吓死我了 你太痛快了上官 太讲义劲了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 当时川夫人给我捂死了 两个烟川的女子 那真的是 怪不得都说呀 是女子最好价的地方 个个都跟好价一样 哇 那是温柔如水呀 还有一个迎川的姑娘 也不错 说话声音软绵绵的 要不然 你看 你想纳妾是吧 我 哎 你现在就给老子滚 给我滚去纳妾 那把二十四个老子 打断你的腿 这就是那天 发生的事 逆子 你现在就滚回丹川去 尽快把山谷给哄回来 哄不好 不许回宫 是是是 若是惹怒了丹川主 引起两船征战 姑哪里试问 好 我现在就去 主上 新川来的一行人已经进宫 进宫了又如何 姑的妹妹 不想回去就不回去 姐姐 但现在事态严重了 新川主派了两个儿子过来 我要是再不肯回去 那不是把你架在火上烤吗 什么九川合蒙 就是牺牲女子来维持关系 姑已经决定了 三年后 所有丹川女子都不参加选拔 姑护得住她们 还护不住你吗 姐姐 丹川屡遭水患 我就算再不懂事我也知道 这个时候 正是需要新川帮助的时候 三年啊 时间太长了 咱不能现在就跟新川对上啊 丹川再弱 也有九川最强的水势 无论如何 新川也要忌惮三分 你不用管这些 只问自己情愿不情愿 你若不愿意 就算那新川主亲自来了 姑也护得住 不是 我坐哪儿啊 你怎么不能让我坐那个位置吧 那应该是你们川主坐的吧 不是 我那你这 我怎么站在这儿吧 我连个座都不配有吗 你们这儿太欺负人了吧 单川主到 好 各位远道而来不必拘泥 坐吧 给这位也找个坐吧 今天诸位舟车劳顿 我们准备了单川的火锅 请大家品尝 请慢用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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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鸳鸯锅 为何我偏偏就是这个呀 古少主男我单川女婿 自然要入乡随俗了 姑特地命人 准备了静儿最爱的牛油果 请少主品尝 这些菜只是看起来可怕 这些菜只是看起来可怕 其实挺好吃的 可能单川主就想考验一下五少主 你不要太担心啊 这第一档鱼木 最适合有眼无珠者食指 这这 不难吃 准备了 和弈恨 knocked 他把你来得泡 不听他们静 Says 静儿噹 皇侯乃牛的行管 在我单川 傅新铳帽性者 有如此牛 嗯 顾看这些菜很合少主口味 给少主最后一道 这 这什么呀这人 这是猪脑花 若丹川女婿博待夫人 我们也不介意试试人的 丹川主斥令 丹川女婿已齐 满腹污秽 口无遮拦 十恶不赦 须经夫公考教方能得见郡主 酌请即刻入宫 敢问女官大人 什么叫复工考教 对 你们那是啥玩意儿啊 我们有夫荣 夫严 夫德 夫公四乡 要考评男子的德行 夫荣 顾名思义 就是指容貌 五少主明显不诚 又在夫言 夫德上令人失望 如今唯有夫公一向上能挽回 这夫公首相便是迎牌 丹川男子若不能在牌桌上迎钱 便算不得是有本事的男人 吴少主 请吧 子墨 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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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破了 不是 不是 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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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牌 牌品不行 我 那边 高 一 不会算牌 脑子不行 花饼 要不要啊 目目唧唧的 呀我见 清楚 我想我想 我想 我得看看 我得看看 临场点炮 人品不幸 排桌犹豫 格局不幸 你这拍凑不成了 该打七队的 他们这是在替他作弊 保兴 一万 一万 八万 四瓶 九万 五万 五万 九万 三条 一瓶 七瓶 七瓶 五瓶 三条 四瓶 七瓶 七瓶 八条 七条 三条 九万 一万 五条 四瓶 有机 五条 九万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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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万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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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我吃了 救命 我糊了 我七脚都热了 自模糊了 自模糊了 都得给啊 快快快 快快快 给你冲吧 三家都给啊 走走走 见到回头前了 来 来 那是六少主隐称 是 如何伺候好夫人 也是我丹川坠绪的必备复工 财啊 则是伺候夫人的重要节目 坚持坚持坚持 苏晨 坚持 苏总管 少主喊你呢 各位姑娘若是喜欢 日后常来我丹川享受便是 来 你说啥呢 月钱没了 他手法不行 是吧 武少主可小心着点 从前有人踩耳时弄疼了我 我可是打得他半年都没下得来床 真丹呢 都 你 武少主 你与他们几位一同制作辣椒油 让郡主盲选 若选中了你的 便可与他见语 怎么可能呢 我本身我就有气管炎 我上次炒个辣子 擦着没把肺磕出来 你这分明就是为难我 你们新川甲借合蒙名义 取走我们郡主 又不好生待他 这才是在为难我 是 是 是我们的不是 我们接受 接受啊 行 只要你们川主能消气 我 我接受 到现在 你们想的还只是让川主消气 可真是活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呀 快点吧 什么都走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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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是才 那位女官 是我们活得不明白 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 就只想着完成任务 讨丹川主的欢心 但我们来到这里 是让静静回心转意的 吴少主 你将心比金想一下 虽然你不怎么喜欢丹川 但这里是静静的家 这里以女子为尊 她在丹川 活得逍遥自在的 可是去了新川 就只有她一个人了 每日与她相处的 也只有你 可是你待她好 却只是为了纳妾 她能不伤心吗 其实她们也并非是要折磨你 只是想告诉你 单川女子是如何生活的 你想啊 你在这里不自在 那上官境 在新川不也是一样吗 这五分辣椒油 还请郡主品见 谢谢 辣子下来 你既已知道 哪一份是她做的 也同样意味着 你可以不选那一份 丹川主斥令 虽则言明 郡主点重新川武少主所知料品 则令夫妻二人相见 今郡主确已责定五少主 然贵川少主得行有亏 川主特收回成命 不是 你们这就耍我呀 五少主 姑就是耍你了 你本心有所属 自己不知争取 竟然在中秋之夜 对姑的妹妹趋一逢迎 她如此高兴 你竟然是在耍她 就为了那个妾填补内心空虚 你就这么耍姑的妹妹 姑自然要让你尝尝同样的滋味 丹川主 这可是赤灵要给我们新川主过目的 你如此而戏 是要让我川难堪吗 六少主 你我的心知肚明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若上升到两川层面 你以为 我丹川会怕吗 丹川主慎言 我川对贵川的重视 你也都看到了 但如此出尔反尔 这可不是一川之主所为 你们以为的一川之主 是可以为他人牺牲自己人的利益 而我丹川 绝不是如此 忽不住自己人 便不配做这一川之主 那丹川主的意思是 想让我五哥和郡主 合离 若五少主 并非是能让舍妹开怀之人 合离 或许对谁都好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祖宗啊祖宗 他连点什么情况啊 您自己做四小孩拦不住 您不能连累我们家少主 完不成任务啊 你放心 我 我绝不连累六弟 你就跟他们说 我离家出走了 你让主张通缉我去吧 他怎么就通缉你 你别 你去去去去 不是去去去 躲开你去 心开 你 你你你你你 你你我我少主 快走啊 不痛 快 我少主 你也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呀 你走了别人怎么办呀 那我怎么办呀 我怎么办呀 你大成主再这么折斗下去 我活不明白了我呀 少主 您别这么想啊 你说您这一走 这两川肯定就闹不合了 那闹不合就很有可能就打起来 只要真打起来 那那您就是千古留芳了呀 行了 打不打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哥 我支持你吧 怎么了 我留我 你前脚跑 我后脚把你撞来过来 也算是给弟弟铺路 但有可能会被父亲打断双队 但你走不了的路 弟弟帮你走 也不妨礼你拿起来 你现在就跑 这腿子 少主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还不懂事呢 到底为什么来到这儿呢 你贵为少主 不是更应该为两川之间的合情照相吗 我知道你跟上官没感情 我也不喜欢六少主啊 还不是为了记穿留在这儿了 我的意思是 我配不上您 您也看不上我 真是委屈您了 说哪儿去了 我的事 我的事怎么弄啊 我们有顾虑 他们有顾虑 说到底还是为了想出口气 我们勒一个字句 直接找丹川主谈一谈 字句写得诚恳一点 要打要罚都认了吧 这样或许还有救 好 没想到他这么厉害了 尹燕爸 是不是很后悔 以前没好好对他 我就敢叹了 以前他打我大概只用了三成公里 不然我现在估计坟头都张操了 他说得真不错 上官 不是 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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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说 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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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不容易来的 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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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听我说一句吗 你说我过来好不容易才见到你 我都已经立自去保证我永不纳妾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回行不行 不知道我为了见你 我过不过这次将 咱俩 那些东西我闻所未遇 见所未见 我全都去弄了 我怎么不忍住 我怎么没有 我怎么没有 你你 我我我我我你抱一下 你 我该这么解释什么呀 哎呀 哎呀 姐姐你别这么吓他 他不惊吓的 啊 舅舅 没事吧 没事 放心吧 你要干什么呀 你过不过分啊 我就是来见见他 怎么 你还要我性命不成吗 我丹川的郡主 其实你想见就见他 除非你经过我们的考验 来呀 比设议 若你赢了他 就让设妹再给你一次机会 怎么 不敢吗 他敢 我敢什么呀 我不会啊 我学啊 学什么 我自现在来得及吗 是 不如由我带兄长 比试如何 此事与你何干呢 怎么没有关系 他 我我俩 一乃同胞 喧弄于水 我五哥确实不善设议 即便您的女官赢了 这也胜之不五 好 既然六少主下场 就让姑亲自与你比试一番 请指教 战药射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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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谁说 要睁着眼睛射箭了 玉佩下面戏友林的 听音便味 我 六还是你来吧 你行 你来吧 这手分什么你我呀 都什么手了 我相信你啊 加油 六少主 承让 六少主 请吧 六少主 请吧 别紧张 输了就是输了 没有别的 没有 没问题 是的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少主可要愿赌服输啊 等一等 怎么会 六少主的剑射中预心 真厉害的 六少主 是姑输了 单秤主承让 那可否给我五哥一个机会 姑自有安排 乔乖 五少主 姑的妹妹从前是很爱笑的 可不知怎的 去了一趟你们新川 姑就再也没见她高兴过了 若五少主 是能让静儿开怀大笑之人 那姑就准许你带静儿回去 五少主你这是一生没睡啊 那 你就算把自己给熬梅了 又不及于说 你说说这怎么才能让上观景笑呢 他天生就是个臭脸 这不是强人所难 五少主可别这么说他 他在内院出堂挺爱哨的 不吃了 我少主去哪儿啊 单传那么多会哄老婆男人 我我取取经 我跟您一起 这就是你想的法子 学变脸 五少主说 渐渐喜欢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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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学都回了吗 他都说 学不会就是两满大笑的 这么大的决心 应该 这个样子学的什么 郑主 师傅 本来就本机却打员笨了 郑主 哎 咋呀 你 你打死人不是 这学不了 这学不了 我跟你说 哎呀 五少主啊 你没事吧 五少主啊 没事 没什么打死人了 不行 这打死人了 我跟你说 这站得回去 你看这给我手打的 这学不了这东西 师傅 你可不能打我 对啊 你这人怎么 哎 五少主 你怎么 你什么玩意 五少主 答应五少主 五少主 你得坚持坚持啊 没有啊 没学会的 回不了心窗的 五少主 你没 你 快 打 这 这 郑主 您快来吧 对啊 我跟你说 五少主 给您学了真的好久 师傅打了他多少顿 他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可辛苦了 您就看看吧 就一眼就眼 是啊 来 坐坐坐坐 你都说了我不想来了 郑主 五少主可是拼尽全力 想要求得您原谅 您就给他个机会吧 看看 他人呢 前些日子天天晚上跟前凑 不想看都不行 接连消失好几天 把人叫过来又在这儿晾着 我不等 学生 开始了 来了 原来五少主是想给您表演 变脸呀 他这变了吗 变了 变了 表情变了对吧 表情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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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不看 我要去带你了 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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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阿姨 上官姐 上官姐 对不起 对不起 上官 我学了好久 我本来想逗你开心的 结果我还是失败了 你看 不是 你今天来都来了 你就听我说几句话 我就几句话 有话快说 我是想跟你道歉 对不起啊 我不该提出那样的要求 其实那天 我给你做那个辣味的乐团 我不单单是想 让你开心提出那个非分之想 我是想着中秋了嘛 你在新春度日如年 我不是不知道 我就怕你 想家 所以我就特意做了那个口味 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 我之前说的话 你都记着呢 什么话呀 上官 上官 我记着 我记着 我都记着呢 不是 你说太多了 你说什么 无辣不欢 人在 强在 练功时 不许有人靠近 那机灵切太大 不好炒 炒菜不许放糖 你叫上官静 不叫上官倩 还有喜欢看片脸 你 哪一句吗 你笑了 你笑了 你终于笑了 哎呀 太好了 你终于笑了 好 好 哎呀 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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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官 尚官 其实你知道不知道 你 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啊 老刘啊 老刘 老刘 成如静儿所言 他有自己的责任 也有自己的决断 算了 男男男男辣 难得 那么 jadi 要导物 要 blow 再带我 是 为了 盈彈 苗 就是 我知道你 你想要自由 想仗剑天涯 我支持你 我放跑一个人 这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虽然说父亲吧 有可能会惩罚我 但 没事 我能挺 你要是真的想走 你就走 没关系 我不是不中一期的人 我说了跟你回去 肯定会跟你回去 真的 好好好 那我在这儿我先谢谢你了 二位少主 此番来我丹川的任务 圆满结束了 今日姑特地设了剑行宴 为各位送行 多谢川主 在下近几日走访丹川 查看水温 总结了防洪八册 希望对丹川有所帮助 以本地愚民为观测主力 以民防徐 确喜妙方 至洪不若防洪 丹川如有所需 新川亦不容赐 姑果然没有看错六少主啊 开宴吧 这个这个 五少主 虽然舍妹愿与你回新川 但姑仍希望 五少主不要忘了自己立下的自举 与舍妹合婚期间 胆敢纳妾 姑一定让你断子绝孙 死后不能忍道 丹川主 您放心吧 这五少主要是对静静不好 就让他回丹川来 当追序 那就要看五少主的表现了 好好表现 一定好好表现 各位一路平安 还有 边 二人 一路平安 两个人 五少主 二人